大家好,我是高登仔 今天講一個題目就是最近很熱門講的 TVB三大唱片公司11年後終於破兵 曾志偉拍板繼續搞星夢傳企劃 什麼事?曾志偉一入主了TVB之後就怎樣? 跟三大唱片公司和解嗎? 之前TVB和三大唱片公司弄得很僵 又說這個不准上那個 這裡不准去我那裏講訪問也要講普通話 現在志偉哥一出場就可以弄得破兵 有傳報道2009年 TVB因板碎風波和網絡使用續約的問題 和四大唱片公司又說三大 紫、環球、華納、Sony、EMI、Predit上當年2009年 跟著TVB就做了一個自己牽頭做的字幕 就是聲夢歌手 聲夢歌手也是勁歌 頒獎典禮 壟斷所有獎項 而新上任的副總經理 現在是志偉哥真厲害 副總經理 總是音樂製作和節目的 副經理負責 他急召了賀禮傳媒筹 賀禮傳也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他不單止在各方面統籌、拍攝、管理上 都得心認受之後 人物亦都非常講 賀禮傳回TVB之後 就掌握了音樂節目 和嘗試開始收穫TVB和三大唱片公司的關係 還有一個呢 去了哪裡 Anyway 今天TVB國際音樂協會 ISPI 舉辦的音樂永續 我彈共享 你不要老套些 八個字 和坊間活動名 和什麼 一起開心唱歌 有什麼分別 計劃在電視城舉行 之前是他們弄得很僵 看看他們用什麼方法 可以擺平整件事 我都很有興趣想知道 因為其實很複雜 你又可以出席我那裏 我又出席你那裏 今天也有報導說 ViuTV合作 TVB 不是啊 姜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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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買麥當勞的姜濤餐之外 還可以去TVB那裏獎 而TVB的歌手 例如星母傳奇那裏獎 全部都可以去ViuTV 那裏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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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志偉也說 等了11年 每個人都是老友 各界支持 希望更多音樂和歌手 能夠在不同的節目出現 連韓友都說會來支持我 嘩 好大面子啊 韓友都來支持你 韓友現在在哪裏賺錢 真是不知道 而他重點的話 大家共同對音樂好 在疫情之下都不保守說 尤其新進歌手需要平台宣傳 上Youtube宣傳都可以 上IT宣傳都可以 要不需要上TVB宣傳 合約細節怎樣 聊就來 沒什麼大不了 一個電話說可以就行 嘩 你真是說可以就行 至於星夢傳奇 星夢娛樂 何禮傳上來的時候 亦都被智慧哥 以樂壇新人介紹 何禮傳沒有搞的音樂嗎 這麼久以來 在TVB 好像是 沒什麼印象 他就說他樂壇就回歸了 希望所有的歌手都能夠得到更加好的發展 這麼說 當初我以為他會找回譚校長譚詠麟 又說換校長就不會影響學校運作 我以為譚校長會幫智慧哥這個老闆 幫忙主持星夢傳奇 又不是 好 好 智慧一直都說整個過程 希望 都可以 真是可以 破解到 好 然後 真的想說一下 ViuTV ViuTV 這個情況很特別 在網上也有很多人說 究竟 究竟 我們 ViuTV的 歌影視 的明星 雖然不是很多 也有少少 Gang2 Era 他們 是吧 他們如果去TVB 那我們又看不看 你可以回答一下我 我高登仔 真是不知道怎麼做 所以 這個情況真的覺得很有趣 我也想問一下網友究竟要怎樣 很多時候我們都說不看TVB 對不對 但現在又說可以兩個電視台交換了 要怎樣做才可以 是不是我們可以看呢 還是如果TVB的藝人 譬如 很多爭議性的藝人 在網上說不是肚子的藝人 去到ViuTV 那我們又想看ViuTV呢 這個我覺得 很複雜 不知道怎麼算好 我也不知道怎樣去處理這個問題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 有些事情就給人一個機會 是不是 我高登仔最開放的了 如果他們有 一個新的建議的 新的做法的 我們是不是都 給一個機會去呢 是不是 給一個機會去試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做得到 一個新的發展 畢竟香港都受疫情影響 打擊了很多個行個業 如果再 要分離我 這樣 就很辛苦 很難更進一步 所以我自己高登仔的表態就是 不妨給機會去試一下 去做一下 等兩間電視台合作一下 看看有沒有新的火花 雖然 我已經很久沒看過電視 偶爾看一下 但是 他現在這樣去做法 究竟可以拿回多少收視呢 我都其實很質疑 是不是 你 年輕人也未必看 剩下一些長者 剩下一些 不知道什麼 開一下電視看 其實現在網上 這麼多自媒體娛樂 其實究竟有多吸引呢 所以 這些事情 真的要想一想 我希望 智偉哥和ViuTV 可以幫忙 搞好 TV 娛樂事業 讓我們 真的可以 重拾 以往 對電視的熱情 畢竟熱情 熱情 都是在電視那裡啟發我的 對嗎 好嗎 那 暫時就這麼多了 先說到這麼多 下次再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訂閱我的影片 以及追蹤我的頻道 謝謝